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 情绪的积累也日益普遍 因此宣泄情绪成为了 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然而我们在宣泄情绪的时候 往往会把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 这会不会是一种重要的问题 这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矛盾 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 在情绪宣泄的时候 要注意方式和场合 不要将负面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 更不能使用暴力 或者恶言相向的方式来宣泄情绪 同时朋友圈作为 现代社交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平台 也经常出现负能量爆棚的情况 一些人在朋友圈中发表消极 抱怨和攻击性言论 给人们带来负面情绪和不良影响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这些负能量爆棚的垃圾人 不要被他们所左右 保持自己的心态平和和积极 最后 我认为情绪宣泄的最好方式 是通过自我调节和寻求适当的帮助来实现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 音乐 阅读等方式来缓解情绪 也可以寻求专业心理辅导 来帮助自己调节情绪 只有在正确的方式下宣泄情绪 才能使我们更好地处理问题和面对挑战 使我们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 第一种 心理扭曲的街坊邻居 前不久我遇到过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 每天早上我送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 总会去便利店买个早餐 我要了一个卷饼 收银员却给了我两个 我解释说 只要一个就好 没想到她竟黑着脸 冷冰冰地说 你要就要 不要就算了 买个早餐大早上的被人队 我心里特别委屈 赶时间带着孩子走了 没想到 下一次来这个便利店买东西 遇到这个收银员 她总是不耐烦不情愿 半个月后 我再次去这家便利店买早餐 我要一个白水煮蛋 她却故意把它丢进关东煮的汤里 挑衅地说 你爱要不要 就不卖给你 我真的很生气 那一刻 我想和她撕逼 看到她凌厉的眼神 透着凶狠的力气 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为了保护孩子 我忍了 再也没有光临过那家便利店 后来我才得知 那个收银员 随时携带水果刀 用来防身 也许有人会说 我怂 老公却说我做得对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垃圾人 她的情绪得不到释放 你和她杠上了 正好来个你死我活 她是单身 而我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每次想起 她目露凶光的眼神 我都不寒而栗 也许一个人在社会底层待久了 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时候 可能会有仇富心理 她会仇视任何一个 比她过得好的人 渐渐地心理就扭曲了 第二 第二种 负面情绪爆棚的朋友 晚上十点钟 我正准备睡觉 接到朋友电话 她说和老公吵架了 想找人聊聊 她和我讲了一大堆 家长里短的事 我让她早点休息 她却说她每天都是 半夜一点才睡觉 直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 出门买个快餐 回家午休 然后躺在床上刷朋友圈 看综艺节目 晚上再叫个外卖 看电视到半夜三更 一天又过去了 我说 你这样生活太没有规律了 她却说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熬夜 晚睡早起 饮食不规律 可是我却感觉很自由 聊到十一点多 我已经困到不行 她却像打了鸡血似的 滔滔不绝地再说 我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 我又接到她的电话 她第一句话 就是质问我昨晚 为什么不说话 害得她一个人 自说自话半天 我无奈地挂断了她的电话 换取片刻的宁静 终于知道她老公 为什么老是和她吵架 我是男人 也受不了她的情绪垃圾 03 第三种 心里变态的恋人 去年的7月14日 失踪半个月的中国姐妹 在神奈川县 秦也市的山林中发现 姐妹俩被装进旅行箱里 已经腐烂发臭 这是一对来自福建的中国姐妹 姐姐25 妹妹22岁 都是90后 妹妹还是留学生 姐姐则在工作 姐姐和一位30多岁 有家世的日本男子交往过 从监控里看到 7月6日凌晨1点 日本男子多次进入姐妹房间 手里拿着绳子 待了四个小时 早上五点钟 妹妹下班回家 上午10点 日本男子身被大包走了 7月14日晚 姐妹俩的父亲说 脑子很乱 以为是被绑架 没想到遇害了 邻居说 姐妹俩的父亲听说 女儿遇害的消息 躺在床上精神不太好 姐姐的同事说 可疑男子有一点变态 目前该名男子已经被捕 看评论里 中国同胞们有谴责 有愤怒 有同情 有唏嘘不已 各种不同的声音 相同的是 大家一致地 惋惜姐妹俩这么年轻 就在异国他乡 相消欲允 好可惜 为什么这个日本男人 要下此毒手 就像姐姐同事说的 这个人有一点变态 一切都有了答案 这个血淋淋的真相 再次提醒我们 一定要远离垃圾人 零四 第四种 发起网络暴力的键盘侠 第一次听到垃圾人的时候 是在好几年前 感觉离我的世界好远 而最近却发现 我们的身边 到处都是垃圾人 它像一种传染病传播迅速 国外的视频 有人等红灯不耐烦 故意开着车闯到人行通道 见人就撞老人 孩子父女一个都不放过 肆意地碾压 哭声一片导致近百人受伤 杭州保姆纵火案的保姆 终于被判死刑 我一直没有写这个热点 就是怕看到三个小朋友的眼睛 他们太无辜了 看一次痛一次 真的无法想象 孩子们的爸爸有多痛彻心扉 网络暴力却把垃圾倾倒在男主人身上 恶意揣测男主人和保姆有关系 男主人成立基金会是想倦钱 看到这些垃圾人间盘侠的恶意中伤 我们难过 难过的是为什么有些人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一夜之间四条人命 一下子失去了四个至亲 他理应得到经济赔偿 可就算给他几个亿 又能挽回七儿子女的性命吗 善良的人永远情大于浅 心怀不轨的人永远利大于情 最可恨的是他却把自己的阴暗思想强加于人 以为别人也如他一样卧错 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还是善良的 看到评论里很多温暖的声音 无论是对中国姐妹日本遇害也好 杭州保姆纵火案也罢 很多人都在为死者祈祷 情绪积累久了要宣泄 但请千万不要把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 也请大家远离朋友圈那些负能量爆棚的垃圾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月里那些人抛弃 那些人抛弃